好 感谢主很快要开始今天的讲道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 怎样去分辨听懂神的声音 很多弟兄姐妹 她一直以为那个是神的声音 甚至有些弟兄姐妹 一直以为那不是神的声音 没关系 我们今天要来辩明 所以在开始前 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要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为我们在现场的 在直播的 在网络上的任何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主的儿女 我们听得懂 我们父亲的声音 我们是主的羊 我们听得懂 我们牧人的声音 主要是的分别为生孩子口 跟孩子的心 已经做成这一切 也给我们那个 倾听耳跟倾听耳心 真的知道 或向左或向右 有一个声音在我们里面 告诉我们 这是正路 当行在起见 主要年话语 被解开就发出亮光 年话语 就是那个亮光的入口 要因我们知道 那一切的真理 主要释放你的恩典跟祝福 祝福这里每一位 谢谢耶稣 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件事 很多人他一直在辩明 到底这个是不是 其实很多人 你根本已经听见神的声音 可是你把它当成 那不是 问题就是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是 因性称义的艺人 你是艺人 所以你不会水肿 好了 我不要再讲这梗 你是艺人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 听见神的声音 与神连结 因为你是神的羊 你是孩子 你听得懂你父亲的声音 问题就是 同时你虽然是艺人 你还是有罪性 你自己的意念 你自己的感觉 你还是会混杂 所以要怎么来辨别 如果你以为你今天听完了 你就完全百分之百 每一次都一定分得清楚神的声音 全部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话 那 你可以不用听这篇讲道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听完这篇讲道 会让你可以更懂得去分辨 但是不是听完这篇之后 就从此以后就 但无虚发百发百中 没这回事 那是一个与神同心的过程 好 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一个经文 来请 约翰福音十章二到三节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好 感谢主 我们读到这第一个经文 我们是主的羊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 是我们的牧人 对不对 羊是听牧人的声音 你知道吗 如果你有牧过羊 我知道大牧人没有牧过羊 羊是真的听得懂主人的声音 我们去过一个养羊的人的家 然后呢 他发出一个声音 然后羊就会被聚集 所以呢 我就学 那个人发的那个声音 我请他发一次 我学一次 他发一次 我学一次 我学了十次之后 我去试那个羊 我觉得听起来完全一样 我去试那个羊 那个羊 我吹了那个声音 或我出了那个声音 那个羊顶多转身看我一眼 继续埋头吃草 懂了吗 你以为完全一样 其实羊真的分得懂 你是主的羊 你真的知道主的声音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约翰福音的十章 四到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 自己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OK 你看 这边就提到 羊是跟着他 而且认得他的声音 而且你看 他听到那不认得的声音 会逃跑 没错 你知道 我一直在那边 吹那个声音的时候 那个羊看我几眼 然后看我一直吹一直吹 然后羊就觉得 这怪怪的 是什么怪叔叔 然后羊就跑了 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吃草 所以我跟你说 神真的应许你 你是认得他的声音的 所以相同的 仇敌 他想要偷窃杀害毁坏 主耶稣是要来 使人得生命 并也得得更丰盛 而且原文不是人 是羊 主耶稣是要来 使羊得生命 并也得得更丰盛 所以魔鬼来 偷窃杀害毁坏的时候 他会想办法 假装成神的声音 他会想办法 假装让你来混淆 这是他的工作 因为只要我们连不上神 或者是我们以为 那不是神 我们就会被影响 就听不懂 对不对 就会很多事情 不被 应该说没有被引导 好 其实就很像在打仗 打仗的时候 就算你是一台最厉害的战斗机 F35 或怎么样 好你去打 你只要没有连上 整个指挥的东西 你就是一个人 你单独一个人 你怎么为神做事呢 神的国不是独行侠 不是超人一个人 或是独行侠 连超人都有正义联盟 对不对 所以你要了解 认得他的声音 你真的认得 然后他会引导你 那至于怎么认得 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 罗马书12章2节请念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好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这篇经文告诉你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个世界 它并不寻求 并不查验神的心意 这个世界并不在乎上帝 他们甚至于说 世界不是上帝造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还试着用各种方式 什么进化论 各种东西来说 根本人类就只是 什么自然来 或人类是外星人造 我告诉你 人类就是上帝所造的 进化论有它核心的问题 甚至很多科学家 现在已经不相信进化论了 OK好 而这边提到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你有没有看到经文说 更新而变化 是你要不断的与神同行 就很像是新酒新皮带 老酒旧皮带 你的新酒放在旧皮带里头 我说的皮带不是你的腰带 那个皮带 现代人没有在用那个皮带 那个年代 那个没有塑胶瓶 没有玻璃瓶 也许有玻璃瓶很贵 你酿酒 绝对不可能放在 那个年代玻璃瓶 会破 对不对 所以它要用 用那个皮带 就是用动物 通常是羊 羊的胃 或肚子来做一个皮的带子 然后呢 当你酿那个新的酒的时候 新的酒还会继续发酵 它就会碰开 对不对 就是原本小小 它就会鼓开 对不对 然后呢 旧的酒发酵完了 它就不会鼓开 所以如果你把新的酒 放在旧的皮带 你知道皮带一开始 这样小小的 然后被撑开 好 但是呢 这个皮带放久了 就旧了 就硬掉了 那你再把新的酒放进去 它就会再剖开 这会怎样 它就会裂掉 就会流出来 对不对 所以是什么意思 你要不断的与神连结 你要不断的跟神互动 建立那个关系 去查验那个心意 更新的变化 好 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的问题 好 比如说现在 在这个COVID-19 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里头 很多人会说 那我到底要不要打疫苗呢 我到底要不要打疫苗呢 你要心意更新的变化 你要跟上啊 要不要打疫苗呢 其实有人会说 啊疫苗就是受印 我跟你讲 这次这个疫苗不是受印 我不晓得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可是这一次真的不是 你因为受印要放在手上 跟额头上啊 对不对 就一句话 你有看到任何人打疫苗 打额头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打手是有啦 有打额头吗 没有嘛 就不是啊 可是也许真的在 往敌基督那个方向去铺路 真的有这种可能 那个就再说 这不是今天的主题 但是我跟你说 你要心意更新的变化 你要跟上这个时代神的引导 比如说我们现在 大家不能够在现场聚会 那你就是去体验神 现在在网路上要怎么做 就很像说 我们教会现在做了Zoom 对不对 然后呢 在网路上 然后这样子互动 其实大家很开心 那天我们跟北京的 上海的 纽西兰的 马来西亚的 然后呢 台湾的北部中部 南部的东部的弟兄姐妹 一起连结 然后有人在北半球 有人在南半球 有人热到一直开冷气 有人冷到在盖棉被 然后有人边煮饭 有人边开车 很好玩耶 这样小组 超好玩 然后大家出来分享 真的超棒 所以也欢迎你 可以加入我们的Zoom的 那个 就是线上的互动 OK好 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 看神现在在干嘛 对不对 再来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 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这个世界是不查验神的旨意的 而你要心意更新变化 你要去查验神的旨意 什么叫做查验 题目就来了 很多人以为 所谓听神的声音就是 我只要听懂神的声音 所以我随时一连上神 我就知道所一切的答案 我告诉你 没有啦 不会啦 神知道所一切的答案 可是他不会把 所一切的答案告诉你 就很像是 你的小孩在考试 或者是他回来写作业 他的作业你都会写 我知道很多父母 现在你在帮小孩 在家里教育 很多课你已经不会了 没关系 神还是爱你 求神的智慧 或是寻求一些帮助 OK好 假设是小学生一年级 他的功课你都会写 难道你就帮他写吗 他在写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答案吗 不行 他要自己成长的 他要自己寻求的 你要查验神的心意 你要知道神对于这件事的看法 然后其实神最期待的事情就是 他不讲 你也懂他的心 你希不希望 你的孩子很贴心 他还在成长的过程 你希不希望你的配偶很贴心 或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很贴心 每一个人都希望被贴心 对不对 那你知道吗 你希望被贴心 但是你要懂得去贴神的心 对不对 所以你要查验神的善良存权肯喜悦的旨意 所以你要读圣经 你要建立与神个人的关系 其实我跟你说 听神的声音就是建立与神个人的关系 如果你期待 反正我只要转向神 我就知道一些答案 我告诉你 连先知都不是这样 连已经被神称为先知的 不是人家那种自称 现在网路上到处一堆人自称自己是先知 我跟你讲没有 神真正认定是先知的人 是先知职分 好 那些旧约的先知 已经是真正神认定的先知 他们还要查验呢 更何况是你 所以你要知道 本来就是正常的 你会说 主啊 我愿意顺服你 你清楚让我知道你的意思就好了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 他想要你懂得查验 与他建立一个关系 第二 如果他告诉你什么 你就做什么 他什么都告诉你 你什么都做 你这样子你会变成一个机器人 你知道吗 你又不是电脑输入指令 你就执行 那是一个关系 那是一个互动 但是呢 反之如果是在关系里头 因为爱而被融化而降服 所以神告诉你什么 在那个关系里 然后你真的因为爱而降服去做 那就不一样 你可能感觉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 很正常啊 我没有讲 你真的知道我的感受 然后你就已经先做了 是不是很棒 我很被爱 你也很被爱 那个很棒的夫妻关系 有些时候我太太做一些事 我觉得好棒 这就是我要的 那就是那个爱啊 可是呢 如果在恐惧或者是那种 我讲什么他就去做 然后那种关系是一种 有压力的 或者是你又不是我 你又不是我孩子 我叫你干嘛 你干嘛 而是那是一个关系 你懂吗 里面有点微妙 可是那是一种爱 因为爱而来的关系 所以很多时候神不直接说 他知道一切的答案 但是他不会什么都告诉你 但是有些事情真的与你有关的 他真的很乐意让你分清楚 可是同时还是会有 我们有罪性 我们有自己的意念 所以你要来把它辨明 后面来讲清楚怎么辨明 所以我要跟你说 你一定要查验什么是神的 善良纯权可喜悦的旨意 神的旨意都是善良的 是纯权的 是良善的 是可喜悦的 但是呢 并不是代表 所以神不会叫你去告别人 如果你被欺负了 你可以用司法 你可以去告别人 没有问题的 神的善良纯权 包含公义被彰显 神也有可能要你去骂人 有 真的有 有些时候因为管教需要 所以也有可能要你去做这些事 神有些时候会要你拒绝人 会 因为神要你有界限 神也拒绝过很多人 不是所有一切的望求 神都会给他 所以不要以为 所谓善良纯权可喜悦 就是我们变好好先生 然后我们变圣诞老人 神的声音也不是像圣诞老人 也不是 主啊 我跟你说 我今天考试都不会 你要告诉我所有切的答案 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见证 对不对 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 功课很差 然后神来帮助我 所以我真的 神就 主啊 我真的不会来请你告诉我 然后呢 我祷告 神就给我看到一个学长的脸 然后我就去求那个学长 那学长就给我八题考古题 我就背那八题考古题 然后我走去考试的路上呢 我就跟上帝说 上帝 这八题啊 就考这八题 随便你挑四题 这时候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意念 神跟我说 你挑 我说真的吗 好 我就挑四题 就出那四题 感谢主 结果还是只有六个几分过 因为前面太差了 好 这不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我不是每次都这样啊 我不是每次都这样啊 我也有这样祷告 神不理我过啊 我难道 我没有被当过吗 开玩笑 我曾经叫做无敌铁定当 没有啦 很白色 不是无敌铁金刚 是无敌铁定当 好啦没事 就是还是被当掉啊 对啊 那时候功课不好 所以不是每次都这样啊 你每次都这样 你就学不到东西 可是你可以经历几次 就很像五秉二约神奇 不是每一餐神都变出来啊 不是每一餐都把水变酒 不是每一餐都变食物出来啊 大部分时间是花钱去买的 你要懂得 你去查验 哦 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做 我这个员工这样 我要不要file他 你可以file人 你也可以 但是要用合法的方式 然后呢 我可以file这个人 哦不是基督徒 我不可以file人 不是你可以file人 或是 哦不是基督徒 我不可以对人不好 你可以对人看似不好 可是其实核心是好的 你有些时候必须拒绝那个人 有些时候必须做一些事来处理 来帮助他改变他的生命 很多时候拒绝他 他生命才会变好 很多时候是这样哦 你管教你的孩子 他才会变好 真的是这样 所以神的善良存权 可取悦的旨意 并不代表 就是好像好好先生那样 然后神的心意 是要查验才会清楚 所以你要需要花时间 我的人生很多大决定 我都要好好花时间 那天什么事都不做 就是好好地亲近神 来寻求神的旨意 你就会搞清楚 大决定要这样哦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经文 以佛所出五章十节请念 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好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所以你看 刚才告诉我 你要查验神的心意 再来是 你总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 你知道吗 有些事情 你去做神其实不喜悦 但是如果你没有查验 你去做了 你也不会被击杀 因为你现在在新约里 有些事情 所谓的主不喜悦 只是你没有做到点上面 没有很完美 但是有一些主不喜悦 其实根本就已经犯罪 可是你还是 你是义人 你是一个软弱犯罪 不小心弄错的义人 神还是爱你 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你总是要 你总要去查验 不要以为听神的心 就是转过去 马上神就给你答案 我很多时候会这样 因为我常常花时间跟神在一起 我不是自夸 我打电动我都说主啊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我要不要换这个装备 然后呢 我看电影 我不是跟你说 我看看电影会停下来主啊 你觉得这个剧情这样怎样 或者是我在那剧情里面去听 去感受一下上帝 所以我常常会看电影 突然停下来 所以跟我看电影很辛苦 而且电影运不能停 所以我常常都在家里看 感谢主 好 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你要去查验 你不要以为你学会一次 你都听得懂 一生的功课 我常常去听 而且我不是那种 只有灵修的时候听 我在生活中听 我在捷运上 我在捷运上 我看到那个人 我当然最近都没有在做捷运 因为疫情 好 我以前在捷运上面 我会跟神说 主啊 那个人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念头 为他祷告 或者是 没关系不干你的事 或者是 你去别的车厢吧 有都会这样啊 或者是 主啊 那个人怪怪 然后你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没关系啊 因为你的心的平静与否 你的心是不是安静 会影响你 接不接的准神的声音 懂意思吗 但是 很多时候你不晓得你不安静 你要懂得 你要平常就建立那个关系 然后 在你 焦急心不平静的时候 你还是听得到 你平常平静的时候 你都没有听懂 那你在焦急的时候 如何能够听懂 临时抱耶稣脚还是有用 它有恩典 但是你最好平常就抱耶稣脚 不只抱耶稣脚 我抱耶稣 我抱耶稣头 我抱耶稣手 我抱耶稣的胸怀 我随时常常亲近神 你真的会经历 不是叫你每天 二十小时都在灵修 而是动不动就把心切回上帝 你总要查验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经文 铁上路人家前书 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请念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要凡事查验 善美的要持守 二事要境界不作 好弟兄姐妹 我们这边看到了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凡事要查验 美的要持守 二事要境界不作 所以意思是什么 好我们先看下面这行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所以就算是一个真的先知 跟你说的东西 你还是要查验 善美的 美的 好的 合神心意的 是神的旨意 善良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的 要持守去做 二事要境界不作 什么意思 先知是人 他也会犯错 更何况还有很多假先知 很多自称先知的 假先知跟自称先知不一样 你分明没有那个职份 我们现在知道很多弟兄姐妹 因为他知道在教会先知 很被遵从 所以他就 还会有人偷偷去问 他去问A B的状况 然后他知道B的状况 再跑去跟B说 神说你有这个状况 然后B就说 你怎么知道 你一定是神的先知 他那个叫情报收集 那个叫做问问题 很多这种人的 你要查验 有些是真的假先知 有些是想要当先知 又没N字 用情报的假的 不是假先知 就是假装自己是先知 很多这种的 而且就算是真的先知 有先知职份的 他还是可能会弄错 所以先知讲论 二事要境界不做 美的要持守 第一行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灵是不会错 但是你可能会感动错 圣灵感动你 圣灵不会错 可是你可能会收错感动 二事要境界不做 懂吗 所以你要查验 有些时候你也慎怒之下 你好想把这员工fire 对不对 这个时候怎么样 你不是不能fire他 你安静下来寻求 搞清楚了 你的心安静下来 然后善美的要持守 然后二事要境界不做 我不是因为慎怒fire 你是你真的没做好 我可以fire他 OK我们讲一个故事好了 有一天一个大老板 这是笑话了 笑话笑话放轻松 好 有一个大老板 他今天下大雨 所以他的司机就来接他 然后他就临到了一点雨 因为司机帮他撑产 你可能没撑好 就临到了一点雨 然后他就比如说 库管师进了公司 然后进了公司之后 他就小声地跟秘书说 开除司机 然后秘书看着他眼 好 可能秘书觉得老板其实就 要顾面子 所以小声地说 然后因为司机让他脚临到了 所以他就想要把他fire 后来下班的时候 老板就在等 想说 怎么没有人来送他回去 他就问秘书说 司机怎么没有来送我回去 然后秘书就跟他说 早上你不是叫我把 你早上不是叫我开除司机吗 所以我就把司机开除 所以司机现在就回家了 他就被fire了 然后老板就说 你没有搞错 我说的是开除司机 打开除司机 开除司机 不是开除司机 开除司机 不是开除司机 懂意思吗 好 回来了 笑话讲完了 我要跟你讲的事情就是 凡事要查验 这个秘书要去查验啊 这个秘书要去查验 老板的意思啊 你看那个司机就莫名其妙被开除了 要开的是除司机 不是开除这个司机 懂了吗 然后呢 我今天就今天早上 你知道 你知道上帝真的是这样 连这个笑话讲到 我今天早上才在看一个很可爱的网络新闻 很可爱的 那真的 就是呢 有一个女孩子 她们大概是高中生吧 然后呢 她是数学小老师 然后呢 她同班有一个男生 她就跟她说 她就因为她要收 她要问她哪那个成绩嘛 她就说 你那个考试的成绩啊 怎么样 然后啊 然后呢 然后那男生就 就没讲话 然后那个小老师 那个女孩子 可能就同班同学啊 那个女孩子就觉得 啊 抱一下啦 抱一下啦 就是说抱出来的意思 抱一下抱一下 然后呢 那男生也是没讲话 所以呢 女孩子就说啊 大家都下课了 现在教室没人啊 不要怕啦 抱一下抱一下啦 然后那个男生就 抱她 拥抱她 然后那女生给她把她推开 跟她说 我说的是抱一下成绩 不是抱我 我说的是抱成绩 不是抱我 真实故事哦 我说的是抱成绩 不是抱我 后来这女生因为这一抱 就开始欣赏这个男生 后来他们就在一起了 到现在都还在一起 好 感谢主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 很可爱 好 所以还是要凡事查验 可是你看 这个没有查验 神还是可以把没有查验的 变成祝福啊 OK好 所以我跟你讲 圣灵的感动 你还是要查验 先次的讲论 还是要查验 凡事都要查验 美的要持守 二事要境界不错 圣灵不会错 可是你会感动错 先知会错 先知就算没有 讲论没有错 你也可能会听错 所以你要查验 所以你要建立跟神的关系 你可以请别人帮你查验 可是你自己要查验啊 你要懂得分辨 要凡事查验 美的要持守 二事要境界不错 懂了吗 不要全盘接收 你不要认为 先知讲的通通对 你要查验 不要认为 你听到圣灵的声音就是对 你也不要认为 别人告诉你 圣灵感动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有一个 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 跑来跟我说 其实不止一个 有点骄傲 结果有人跑来跟我说 聚系聚系 神感动我 我们两个是男女朋友 然后我怎么样 我有被人家 白巫术属灵控制吗 没有 都说真的 哇好棒 那我也回去祷告一下 看神有没有确认 有没有查验一下 有没有神的引导队 我回去之后 就马上跟人说 就跪下来 很属灵的说 主啊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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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神也跟我说 我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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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吗 所以你要懂 你要知道 你要跟神建立一个 很好的关系 我大学的时候 超属灵的 我真的是 没事都跟神在一起 感谢主 然后那时候 读了圣经 到现在 声音在我心 没想到 这就是我吃饭的工具 没有啦 这就是很感谢主 我那时候 好好读圣经 OK 所以你要建立 我跟你讲 其实核心是建立 个人与神的关系 你要听神的声音 你要查验这一切 是建立与神 个人的关系 你不要把上帝 当自动贩卖机 投十块 现在没有十块 你投二十块 爱因瓶饮料就下来 你只要奉耶稣 祷告说一句话 神就要给你答案 没这回事 我祷告很多数字 什么六个数字 七个数字 我也没有准过 我也没有在讲什么 你自己看得办 好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建立关系 而不是把上帝 当圣诞老人 自动贩卖机 OK 好 继续看下一页 彼得前书一章 十到十一节 请念 论到这救恩 那预先说 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 基督的灵 OK 好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这是彼得前书一章 论到这个救恩 讲到上帝的救恩 在救约的时候 预先就说 我们要得着恩典 你看这边提到 不是我们自己在讲什么 恩典人 你恩典福音 连救约的众先知 都预言 未来我们的这个救恩 就是上帝的白白的恩典 他们也知道 这一切是恩典 不是靠行为 是恩典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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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恩典 很重要 所以讲三次 其实我讲了五次 好 OK 众先知早已详细的考察 寻求考察 考察在他们心里 基督的灵 他们是众先知 旧约认可的众先知 以利亚祷告火 就会降下来 以利沙死人复活 拜托 拜托 那么厉害 摩西 都是大先知 可是他们仍旧要去考察 他们领受到 将要来的这个恩典 是不是就是这样 连他们都要考察 他是先知 而且是旧约那种 首屈指的大先知 我跟你讲 不是圣经所 大先知书 小先知书 小先知什么 弥加 撒加利亚就比较小 然后大先知书 什么 以赛亚就比较大 不是 那只是说圣经篇幅大跟小 不是有分 好像以赛亚比较属灵 以利亚还没有自己的书 以赛亚书 然后弥加书 弥加书比较不属灵 不是 大先知小先知 师书 他们都是神的先知 好 OK 连众先知都要去考察 考察他们心里面 基督的灵 圣灵住在他们里面 他们已经与神同工这么久 已经是先知 你看 类言先知 耶利米 可以为神做这一切 他也去考察 他们去考察那个恩典 连先知都要考察 他这辈子都在服事神 他还要考察 更何况是你 更何况是你 当然 有一肯大的差别是我们今天在恩典里 我们在恩典里 所以我们 没有那个旧约 有罪就会听不 就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有罪就会什么拦阻 什么 反正你在新约里 罪问题被解决了 你不会因为犯罪 听不到神的声音 连旧约大卫王 他说什么 好 我心里路诸中罪孽 主必不听 但是下一个经文是 但是他确实听见了 所以连旧约 就算注重罪孽 神还是听 更何况是新约 你犯罪他还是听 我跟你说 犯罪了 不会拦阻 你听见神的声音 跟神的互动 但是罪 你那个罪的罪就敢 让你不敢面见神 从你自有一致 会拦阻那个关系 所以你要处理 如果你来到神面前 你感觉有罪或什么 你就跟神说 对不起 对不起我昨天骂脏话 对不起我昨天看了什么 对不起我昨天做了什么 或者刚刚做了什么 就直接说 在你还没说的时候 他已经原谅你 但你说的时候 心里面就好多了 你们就顺了 懂了意思吗 最不能拦阻 但是你自己心里面的 错误的看法会拦阻 OK 所以连众先知都要考察 更何况是你 所以总要考察 考察 查考神 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不是看起来不好的 不能做 也不是看起来好的就是 要查验 有些时候 你fire他 对他比较好 有些时候 你拒绝他 对他比较好 有些时候 你跟他分手比较好 有些时候 你跟他在一起比较好 有些时候 这个公司关掉比较好 有些时候 这个公司撑下去比较好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查验神的旨意 要比如说 对你而言 一个很大的生意要收起来 或是要跟一个人分手 或在一起 都是非常大的事 要买哪一间房子 都是非常大的事 回去 祷告安静 三天 一间房子 你可能要花20年 30年才要还完 祷告个三天 分别为胜 就是来寻求这件事 三天省 30年 值得吧 你嫁这个人 娶这个人 就一辈子 祷告个三天 不行吗 就是 我们以为 听神的声音 就是我转向神 我就有答案 哪有这回事 哪有这回事啊 对不对 哪有这回事啊 但是不是说 不可以这样 你跟神很熟了 慢慢慢慢 你可以很快的切进去 那个意念 很快的过来 了解了吗 好 再来就是我们要来看一下 后面的意念的部分 好 听神声音的四把钥匙 我现在再说明一下 我们有一个课 就是恩宠教会的 听神声音课程 你去网路上搜寻恩宠教会 去Google 恩宠教会控格 听神声音 或者恩宠教会控格 神的声音之类的 然后你去找到 这个课程 有一个实习课 也是这个PPT的后半部 然后它里面会有实习 你要去用那个实习来练习 我们的音乐都配好 那我把那个东西拿来 再把一些部分讲给你听 听神声音有四把钥匙 OK好 第一个钥匙 这也是哈巴谷书二章一到二节 我来念 我要站在守望所 然后后面省略 然后呢 神说 是神说的 好 我要站在守望所 神说将这末世写在板上 就这个短短的经文 其实就是听神声音的四个钥匙 这个经文就是这几个地方 就是四个钥匙 我们来看 来第一个钥匙 哈巴谷的例子的钥匙 一 我要站在守望所 其实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主的同在里安静 你知道守望所是一个高高的台子 是很安静的 它可以看远远的 所以你要在主的同在里安静 怎么样安静呢 第一 如果可行 当然是环境的安静 如果你环境很吵 带耳塞或带耳机 带耳机 像我有一个降噪的耳机 我就会打开降噪耳机 然后呢 放那个sulking的 安静的音乐 让我的心安静下来 最重要是心安静 你不放音乐也可以 但是当然如果说你放音乐刺激 刺激什么左脑右脑等等那些 所以是有帮助的 放安静的敬拜音乐 不要放什么重金属摇滚 好不好 拜托 重金属摇滚也不是不行 如果你那样有办法 听到神的同在 我们开放各种方法与神同行 可是通常一般状况之下不行 但是你有可能 你天赋一饼 我OK 好 天赋给你一饼 叫天赋一饼 天赋给你不一样的饼 好啦 回来了 OK好 在主的同在里安静 所以你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心安静 我常常让自己随时保持在安静 早来牧师很爱讲话 不是 我那个安静不是会不会讲话 而是我的心是不是稳定的 能够一直接上神 然后呢 这个世界就是一直不断要偷窃 撒害 毁坏 让你心乱啊 恐惧害怕 特别是疫情 让你觉得恐惧害怕 让你不能够安静 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声光效果 你去寻求各种不同的刺激 你要不要看我很会吃辣的人 你吃一点你就快辣死了 他吃一大口不辣啊 然后追求更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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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会不断追求 我不是说你不能吃辣 OK 我只是举例 这个世界被恶者撒旦这个世界的神 形塑成人要刺激 越来越刺激 越来刺激 要这样子 你去看一些电影 比如说以前的那个飞车特效 车子飞起来 我以前第一次看到车子飞起来 觉得好了不起 现在车子飞起来还要翻滚 翻滚还要爆炸 爆炸的时候还要掉下来 掉下来还要没事 就是这样啊 人要不断的提升那个刺激 可是神却是用细小为细的声音 对你说话 所以仇敌的这个建招 就是让你习惯那种很刺激的 你就听不到这个小孩 你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些耳朵 要很大声很大声 比如说众听 他让你属灵的众听 很吵很吵很吵才听得到 你就听不到那个细小细微的声音啊 所以你要操练在神的同在里安静 阿姆斯我这些都做不到 是不是听不到神的声音 也不是 但是你如果真的希望能够做随时的帮助 你要懂得经营那个关系 否则你怎么听得到 你听不到也没关系 神还是爱你 再一次哦 你就算从头到尾都听不到 神还是爱你哦 好 再主要同在里安静 所以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安静 再来第二个钥匙 站在窝窝楼上观看是什么 就是寻求意向 将眼目转向神 有些时候的意向就是用图像式的演的 在里面有一个很像 一个念头 有些时候是一个念头进来 在心里 有些时候是一个很像 就是在你里面演出来的 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意念 就很像你可以去想 你可以去回想 你小时候幼稚园的时候 你可以想到幼稚园 你想你高中的时候 你大学的时候 你去回想 对不对 好你就可以回想 他就有那个 可是他可以继续演下去 类似这样 好OK 这个在那个实习课有 所以去听那个听神声音的实习课 祷告的时候寻求异象 将眼目转向神 然后神会演 然后之后怎么样呢 第三来说明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神的声音通常是自发性的意念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不是你去想象出来 很多时候我的说法 我很快接上神的说法 就是我定睛的是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所以我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思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思想我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面 主在十字架上面 然后他可能在说 主啊主啊赦免他们 被他们在做什么 或者是主 我就想象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主啊 然后对他说 主啊我爱你 然后呢 我的心对准耶稣 想象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耶稣我爱你 谢谢你 为我钉十字架 谢谢你 然后这个时候 你去看着神 在你的心里面 想象那个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或者是有些时候 就是耶稣就 耶稣就已经是 不是在十字架上 他是钉横双手拥抱我 我想象钉横双手的耶稣 拥抱我 主啊我爱你 你这样对神说 然后呢 你就看着他 你就看着他 你不定看得到脸 就是感受你想象的那个 有一个你想象的脸也可以 你去想象 然后呢 自发性就是 然后再来 那个图像会继续演 如果你心安静的话 然后呢 他就会继续演 就是所谓自发性的意念 他就会这样出来 就会继续继续继续 然后之后继续下来 要干嘛呢 第四 他对我说 领受这末世 写下心中的意念和意象 你要把它记下来 打字 写在手机里 或写下来 写下心中的意念跟意象 还有意梦 我们常常 现在乡君一醒来 我都不吵他 他不跟我讲话 我也不跟他讲话 他就是赶快把意梦记下来 很多时候 神现在透过意梦 意象给我们很多引导 感谢主 你要把它记下来 因为人一定会忘记 特别是以往不写 起床 一下就忘记了 要赶快写 我知道很辛苦 那是操练 很多时候起床 要赶快写 不然就会忘记 好 然后呢 你读的意念和意象 也是这样 就把它写下来 这样才可以查验 因为要总要查验 对不对 这是双向属灵日志 甚至你可以来练习 就是拿一张纸 就是主啊 我爱你 我真的好爱你写 然后呢 你安静下来 你把你想要写 给神的东西写下来之后 然后安静下来 感受一下 也许神就给你意念 你也把它记下来 祂的意念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 你的属灵笔记 去买一本笔记本 写下来 或是记在手机 可是手机常常 LINE啊 跳出来啊 微信啊 跳出来啊 什么会打断你 所以有些时候 我灵修手机是关机的 最少飞航放旁边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就可以写下来 不然会被打扰 要安静 好继续往下看 怎么认明神的声音 你怎么知道 那是神的声音呢 搞不好 现在终于要讲这个 对不对 认清神的声音 是你心中自发性的意念 那个自发的意念 你怎么知道 自发的不是我发的 自发不就是我吗 到底是什么 所以是什么呢 简单的往下看 来我们先看一下特征 第一 我的思想出来意念 是分析式的 什么意思 比如说 你想一下你高中的制服 什么颜色 那你就要想 我高中 首先你高中读哪里 我想 我高中读成功高中 对啊 我们衣服是白色的衬衫 黑色的裤子 我的白色衬衫是 白色的 非我白色衬衫 当然是白色的 你要去思想 然后就分析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分析 对不对 但从我心流出来的意念 是自发流露的意思 是什么呢 就是 好 假设我想象一下 主啊 我现在 我在成功高中 我回忆 我在成功高中 我穿着白色的衬衫 黑色的裤子 主啊 你有什么看法 你看 当我这样一想 我马上贴到 我在成功高中 好 我那个时候 我搭着 那个学校的栏杆 很难过 想天哪 我大学一定考不上 怎么办 怎么办 然后这个时候 我旁边一个基督徒 他邀请我去一个营会 这是一个回忆 真实的回忆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想 主啊 这个回忆是什么 然后我里面就有一个自发的声音 一个念头跟我说 孩子我爱你 我早就为你 预备你人生的道路 你知道那个同学 在那个时候邀请我 还好他有邀请我 不然 我怎么办 我后面那些啊 没考好那些人生 后来我认识一群 很多很好的基督徒朋友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生命得到很大的祝福 你看就是这样 我刚才只是随便想的 我没有跟神拍一眼 我就想黑色白色衣服 然后我就想 然后我就回到了 我的成功高中 我就搭建的地方 然后我的同学就跟我讲话 然后呢 然后我就知道 这是一个神的预备 然后神的那个意念就来 上帝的爱 上帝的美好 上帝的祝福 然后同时带来 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既然我高中那样子的时候 神都保护 更何况现在 神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都不改变的 不要怕 只要信 他永远爱你 就算你听不懂神的声音 他也是爱你 他也是为你预备 但是如果你听懂 你真的可以事半功倍 不要走很多冤枉路 值得操练 值得查验 值得学习 省很多时间 花三天省三十年 值不值得 花三天省一辈子 跟那个人结婚 值不值得 花三天省几百万 几千万几亿 值不值得 当然值得啊 而且你真的会查验三天吗 你花三小时 我就感谢主了 三小时很多时候 就可以辨明很清楚了 好 再来 默想圣经是结合分析 跟自发流露 其实刚才那个也是 我去思想我的成功高中 对不对 然后呢 自己的意念 那个就出来 对不对 你默想圣经 也是一个进去的方式 你默想今天的经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你就想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然后就有牧羊的主 牧人出现 对不对 然后呢 结合分析 这个部分 你想牧人都出来 然后呢 你想想牧人对你做什么 我现在仿佛 我就很快的 就看到了 我是一只主的羊 然后我被主抱着 然后他秀秀 我知道我是被爱 然后我里面就有一种被爱的感觉 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都没有排练 这就是及时自发流露出来的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 我不能这样 因为我的心安静 我打电动我心还是安静 我看电影心还是安静 我不断保守自己心 我不让恐惧进来 我每天看那个疫情新闻 会怕 所以我看到一个阶段就停 我关心不担心 你要保护自己的心 OK好继续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再来 神放在我们内心的意念的特征是什么 他们好像自己的想法 却是自然流露而非分析的 神的那个意念 比如说 孩子我爱你 我刚才想象 回忆我搭在那个上面 对不对 我搭着 然后呢 搭在那上面 然后怎么样 那个意念就进来了 孩子 我爱你 那个就进来 还是自然流露出来的 再来 他们通常是神以第一人称说话 你看 神 以天父的角度 说我爱你 第一人称说话 他们通常既轻又温柔 很容易被自己的思想或意念打断 你知道吗 如果我刚才在听 比如说我在 听演唱会 我现在在演唱会现场 我可能就听不见 因为他又轻又温柔 楼上正 上面正在唱快歌 三三天三夜 我怎么听那个 轻又温柔 对不对 所以你要分别出来 对不对 如果你家很吵 戴上防噪耳机 不行戴耳塞 对不对 你要让自己能够听懂 听到那个轻又温柔 然后呢 等你熟了之后 你会发现那个意念 反正不受外面的影响 在那里头 你又轻又温柔 你就算三天三夜 三更半夜 你都听得懂 三更半夜 三天三夜 都听得懂 好OK 继续了 好OK 第四 他们的内容并不寻常 比你自己的思想 更有智慧 更多爱 有一个查验的方法很简单 这件事是不是 对你带出正面的情绪跟感受 上帝永远是安慰 造就 劝勉的 上帝给你的思想 是智慧的 爱的 跟鼓励的 有人就会跟我说 我怎么知道 那不是我自己想的 你知道他很多时候不寻常 他很多时候 如果你自己有办法这样想 比如说 你在 你在寻求做一件事 然后你在做一个报告 或者什么 你就是不会 所以你就决定 安静下来 抓抓抓抓 然后你安静 然后突然间一个念头出来 告诉你怎么做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自己来的 你刚才为什么 你在写的 你自己在做的时候不会 你安静的时候会 他就是来了 你就是有一个念头出来 你就说那种不是我自己想的 那我要问你 那为什么不是从神来的 那现在是要怎样 就这样卡住吗 不是啊 就是他超越你 他们的内容并不寻常 你要懂得去查验 会发现这种东西 带来智慧爱跟鼓励 你就会发现 那个安息流露出来 有些时候是我很难过 然后我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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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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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会发现 那个安慰进来 那个鼓励进来 那个恢复进来 或者是那个同哀哭进来 你常会觉得 我怎么知道 我这个不是我自己安慰自己 如果你那么难过 还有办法自己安慰自己 你早就安慰你自己了 那个就是从外面流进来的 我怎么知道 那个喜乐不是从我自己来的 你有办法让自己想开心就开心 那感谢主啊 有啦伟廷传道可以 他可以自己 那个分泌脑内飞 然后就自嗨 他是特别的人 一般人不行 好OK 我要跟你说 一般人不是这样子的 你真的会发现 那个难过被安慰 那个喜乐突然来 那个智慧爱跟鼓励突然来 是不寻常的 你要常常操练 你就会发现真的 有些是你 有些是神 在这里头你就会分清楚 好 再来 第五 他们在你生命中 会带出一个特别的反应 可能是兴奋的 确信的 信心的 有活力的 敬畏的 平安的 对不对 兴奋 确信 有信心的 然后让你有活力的 有敬畏平安的 各种正面的东西 是一个特别的反应 他是 神的话 然后雨水从天而降 必不突然返回 要滋润地土 他给你这个话 他是有权能跟能力的 你会喜乐 你会平安的 了解吗 就很像是 其实我今天早上才在 思想 我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题目 我在查验 拿圣经出来 然后我就发现 我里面有一个平安跟喜乐 前几天我们 想录 可是我觉得我不平安 没有 我就不做 可是呢 今天早上我感受到事 我通吃同工 同工很快 很有效率的完成 我们同工真的非常的优秀 然后呢 我早上在寻求 我里面有一个平安跟喜乐 今天做 所以你看 就是非常的顺 非常的喜乐 来分享这个部分 好 再来 第六 当你领受这些意念 他们会使你充满能力 和喜乐去实践 有一种特别就是 那件事分明很难 分明很难 可是你里面却有一种 出乎意外的 一种超乎常人的信心 一种怎么说 出人意外的平安 你会有能力跟喜乐去实践 你会觉得虽然这个很恐怖 这个很困难 可是我知道 你里面会有一个确信 你可以胜过这个世界 那就是从神来的力量 你会 当然不是每一个 每一次你都一定是这样 有些时候就是一种 不要怕 我跟你在一起 有一种就是 不用怕 有一种就是 你还是有点忐忑不安 可是你 你有一个 有一点力量 跟有一点害怕 有些都害怕比较大 可是慢慢那个力量 你继续定精神 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OK 好 能力喜乐跟实践 好 继续 来看第七点 经过一段时间操练 属灵里的领悟力 你会更容易听见神的声音 经过一段时间 你会更容易听见神的声音 所以你要操练 你要查验 你要熟悉 就很像我说的 你能够跟我叙述 你妈妈的声音吗 你爸爸的声音吗 你一定可以叙述 可是你跟我叙述过了 我还是听不懂 你爸爸妈妈的声音啊 但是如果我认识他们了 我们常讲话 我就会认得啊 对不对 而你 他深夜两点打给你 你在睡梦中接起来 你都知道那是你爸你妈 对不对 因为你听了几十年了 对不对 你听了很久了 而我刚认识他 他就算白天打给我 他不讲他是谁 我也不晓得 所以你要去操练 要去查验 要去练习 懂吗 好 再来我们来看 神随时对你说话 神随时对你说话 你随时领受他的意念 只是你常常把这些意念 当作自己的想法 神随时对你说话 但是你常常把它 当成自己的想法 反之 很多时候 我们又会把自己的想法 当成神 所以你要查验 好 神随时对你说话 可是神不是随时告诉你 你想要的那个答案 很多时候 我问上帝 主啊 主啊 这件事怎么处理 或是主啊 主啊 我现在要做什么决定 主啊 我要不要 我今天要不要 来做这件事 主啊 我今天要不要做这个决定 这个时候你转向神 第一个念头 通常神都不是告诉你要或不要 因为他不要你当机器 通常第一个念头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 孩子我爱你 无论如何 我都爱你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神答非所问 但是很多时候神故意要这样 他不要我们把他当自动贩卖机 他也不要我们跟他的关系 就是一个给答案 一个领受而已 他要有一个关系 你知道吗 有些丈夫是家里的提款机 有些妻子是家里生孩子的工具 有一些媳妇是家里打扫的女佣 有些人被当工具 很多时候有些基督徒 把上帝当工具 你就是要告诉我答案 我现在寻求 你现在就要告诉我 没有 那是个过程 他是主 他是主 所以他随时对我们说话 可是他不是随时告诉你 这件事的答案 但是在紧急的时候 他是你随时的帮助 他真的会帮助你 但是你要懂得去辨明 搞清楚他的心意 OK好 再来 以西结书14章4节 我们请念 主耶华如此说 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的 我耶华在他所求的事上 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 好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经文 以西结书144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一顶西系 144 144 144 好了 算了 你知道吗 主耶和华人对以色列人 主耶和华对以色列说 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的 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 按他假神回答他 好 那说我没有 我没有拜假神 你知道什么是假神 只要比耶稣大的东西都是假神 耶稣是神 耶稣是至高的 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他只要比耶稣大 他其实就是假神 你一定要嫁给他 你一定要娶他 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那就是假神 可是你就会说 没有啊 我没有想要跟他 我愿意为了神放下来 我愿意不要跟他在一起啊 很多人嘴巴愿意 很多人 太多人了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真的像我们唱的诗歌 那么爱主 这个世界早就满满的都是基督徒了 主啊 我献上一切给你 哦 主啊 你夺了我的心 哦 主啊 我把我所有的已经献给你了 主啊 你是我全所有主啊 你是我的唯一这些歌 你是不是都唱过 神真的是你的唯一吗 真实承认 神很多时候不是你生命中的首位 简单这样说 你很想睡觉 神要你去祷告 你还是去睡觉 这时候睡觉其实比较大 是不是 你肉体软弱啊 彼得也是啊 约翰也是啊 雅各也是啊 那个时候耶稣说 来你陪我一起祷告吧 在克西南园 他们祷告一下就睡着了 他们已经是这样子 与耶稣跟过三年半了 这样子了 对不对 他们还会人就是这样 心里愿意 肉体软弱 你一直说你真的愿意 跟他分手 你真的愿意吗 亚伯拉罕了不起的地方是 他真的想要拿刀 把他孩子献祭了 但圣经上有说 在旧约的这件事 新约有说 他还以为杀了孩子之后 会死里复活 所以他是真的想杀了孩子 但他期待他死里复活 他是真的 你很多时候 以为你真的没有假神 没有 其实那是假神 你只是假装做事 主啊 我先上生命给你 心里讲 千万不要拿走那个 那就是假神啊 有一个人 他会认为说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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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切都全给你 但是这个不行 不行 那个不要 不要 你绝对不可以拿走我这个 神是恩典的神 他要祝福你 他不拿走 但是很多时候 那不是他拿走 就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你要懂得 神才是你生命中的守卫 然后你会听得清楚 好 OK 所以简单这样说 就是这个图 你带着心里面的偶像祷告 你看左边这个人 通常 你看中间的这个 粉红色的这个 这个人看 想要寻求耶稣的心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整个粉红色的框 这整个粉红色的框 你看到那边的 整个粉红色的框 他是不是比耶稣的 那个图像大 有没有 这个人 他本身就比耶稣的图大了 然后那个偶像 又比这个人跟耶稣大 对不对 所以你有看到这个人 他寻求神 然后耶稣其实没有那么大 偶像这个假神比较大 所以他会听到 带着偶像祷告而回来的 是 其实神根本要他放下来 不要做 可是他会听见这个 因为按着假神回答他 所以正确应该是这样 这个人 他其实能够比耶稣小一些 是更好对的 但好 OK 没关系 神爱你 OK 然后你看这件事情 这个不是假神 他真的比耶稣小 你就会听见耶稣回答 好或不好 懂我意思吗 其实 如果你真的 能够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 你真的要杀了他 我不是说 所以你要去杀你的小孩 千万不要 我的意思是 把你心里面最爱最爱 都可以献上给神 不是嘴巴说的 唱好听的歌的 是打从心里真的的 亚伯拉罕真的要杀了以撒 等他死里复活 那么 你真的 你会看见真的 不要骗自己 也不要骗神 你真的 你真的愿意放下来 问你 你的人生 你想要这样这样这样 如果神说 没有我引导你是 那样那样那样 你愿意吗 那你就说 所以神要我很穷 神要我生病 神要我怎样 没有 你希望你的孩子健康 平安丰盛 你希望 天父更这样希望 你希望你的小孩健康 他希望你健康 他当然希望你健康 你希望你的小孩丰富 还是他乞讨 然后没饭吃 然后每个月月光族 每个月那个 还是他丰富有余 还可以孝敬你 神当然也希望 你健康 有钱 丰盛 而且 你希望他嫁一个 很不好的人 或娶一个很不好的人 还是你希望他 嫁他所爱的 也是很棒的人 然后他娶他所爱的 也是很棒的人 神更希望是这样 所以不要怕 神不会这样 问题就是 你一直以为 这个人是最好的 不是 不一定是 你一直以为 那个人是最好的 你一直以为 那个人 我再也不会遇到 其实这也是一种恐惧 你知道吗 这个生意一定是最好 我再也不会遇到了 这间房子一定是最棒 我再也不会遇到了 或者是 这个人一定是最好的 如果我放掉他了 给他跑了 怎么办 或者是之类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其实真实状况是 不是说 所以你说都要放掉 所以你 所以你永远不能买房子 永远不能跟他在一起 而是 你真的有一种 你可以为了神 把这个放下来 如果你真的收到神说 是 或者你真的看到 神兴起环境 或者是弟兄姐妹 很多东西跟你说是 跟你说放下 跟你说分手 跟你说不要买 跟你说关掉 跟你说什么 你真的吗 我是说真的的真的 不是你骗自己的真的 那个时候你就会听清楚 好 再来就是 再回到最后面的核心 我给你讲 总要查验 连先知讲到 所有的预言 那些东西都要查验 你自己心里的感动 都要查验 你要查验 连旧约先生都在查验 我们就要查验 何谓神 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之一 搞清楚神的心意 你会看见 你真的知道 神美好的作为 愿上帝祝福你 好 再来想邀请你 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 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出来的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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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